谁叫转太尾啊 爷爷我就是 看见没有 这就是典型的狂造型 不犯病的时候跟好人一样 拿下 我本来就是好人 你干什么 干什么你 闪开 你敢 你敢 你 众人只知 铁打的葛优流水的风小刚 却不曾想这后面还有一句 千年的配角 而这千年配角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 贺岁荡铁三角之一的 傅彪 从无名小卒 到冯家班的核心成员 再到拿下第21届 中国电影金级奖 最佳男配角奖 中央电视台观众 最喜爱的十家演员称号 傅彪用演技证明自己 用努力改变人生 傅彪1963年出生于河北省 临溪县的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是豪爽义气的北方汉子 母亲是温婉咸淤淑的南方姑娘 成长于这样一个南北结合的家庭之中 长大后的傅彪也就自然地 兼具了北方人的洒脱和南方人的细腻 高考那年 傅彪仅差24分 而无缘自己心爱的大学 可是年少有志的他 却不甘此生平庸 于是在听闻中华社会大学 电影学院招生时 傅彪便怀着满腔热忱 转投艺术行业 希望在此闯出名堂 功夫不负有心人 傅彪成功被录取 在1982年时 刚刚毕业后的他 又考入了铁路文工团的话剧团 由此正是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不过就在所有人 包括傅彪本人 都觉得自己的演戏道路 即将步入正轨之时 话剧团突然发生了人事变动 让原本痴迷演戏的傅彪 转到了说唱团 从表演到唱歌 其中的转折和考验 让傅彪在那段时间里压抑不已 可就在此时 傅彪又接到了一个人事调遣通知 让他改去说相声 演艺道路一波三折 使傅彪的人生跌到了低谷 他感觉此生可能都与演戏无缘了 可就在此时 机会突然降临 傅彪有幸客串了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 编辑部的故事 在此次客串中 冯小刚被傅彪的专业素养所吸引 而此时 另外一位大导演张艺谋 也发现傅彪这颗沧海遗珠 1994年 张艺谋在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选角时 一眼就相中了傅彪 傅彪成功出演了三爷一角 电影已经播出后 傅彪的脸庞便深深烙印在了大家的脑海中 人气是一路高涨不下 紧接着 傅彪又出演了1997年冯小刚指导 葛优主演的贺岁片 甲方乙方 傅彪在电影中饰演的张富贵 虽不是主角 但是他的每一个神情和举动 都让人觉得趣味至极 不禁让人捧腹大笑 影片大获成功后 傅彪自此就加入了冯家班 成为了冯小刚导演的御用演员 金飞昔比 此时的傅彪偏约不断 开启了真正的演艺生涯 此后的几年里 傅彪可谓是演技大爆炸 他先后出演了《没完没了》 《天下无贼》 《关中刀客》 《大腕》 《谁说我不在乎》 等等家喻祸小的电影家族 在他不懈的努力之下 1999年 傅彪凭借电影《没完没了》中 奸商软大尾一卷 成功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短短两年后 傅彪又以压界的故事 诈骗嫌疑人 虞泰一卷 再次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最佳男配角奖得主是 鸭姐的故事 傅彪 恭喜恭喜 恭喜傅彪 请傅彪下台领奖 抱歉 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字苦寒来 傅彪不停地尝试各种各样的人物 他终于不懈地坚持 挺过了人生里的波折坎坷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按理说 傅彪之后的道路是光明坦荡 可无奈 天度英才 2004年 傅彪患上了肝癌 可这一切也并非偶然 早年间 老实本分的傅彪遭人陷害 借来的30万巨款一夜之间悉数消失 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彻底把傅彪逼到了绝境 可是傅彪为人极其正直 他想着就是拼上性命 也必须把借来的钱款还清 于是傅彪开始四处奔波 那时做广告业务员的他常常都要为了拿下订单 而跟不同的客户喝酒 而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 也为了抢到订单 傅彪一喝就是八两白酒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喝得目瞪口呆 可是大家只觉得此人好爽 殊不知 喝完酒的傅彪在马桶边 一吐就是半个小时以上 日日夜夜的陪笑喝酒 这极大损害了傅彪的肝功能 加之傅彪本人也有吸烟的习惯 所以初期的肝硬化 十分迅速的演变成了肝癌 刚直壮年的他 就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 此后的两年间 傅彪为了能够重返舞台 先后接受了两次患肝手术 第一次的患肝手术后 傅彪的状况良好 在采访中傅彪说 本事是老是给的 能力是自己锻炼的 但名声和掌声是观众给的 他感谢所有人给予他的帮助 也感谢所有大众对他的喜爱 他一定会尽早康复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声效益 可就在大家期待着 傅彪的新作发布时 2005年8月20日 傅彪身体状况急转之下 中瘤细胞开始转移至全身 各大藏气系统都开始出现异常 短短十天时间 这位用生命表演的艺术家 便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小年仅42岁 傅彪的葬礼 由冯小刚主持 刘振云撰写追悼词 张国立制悼词 在傅彪的临车还未出发时 为他举办追悼会的殡仪馆 一世人满为患 整个演艺圈来了将近一大半 除此之外 无数喜爱傅彪的粉丝 也都自发相聚于此 拿着彪哥走好的牌子 在殡仪馆外 失声痛哭 更由远道而来的南方粉丝 请驾坐飞机赶到傅彪的追悼会上 只为好好地告别这位 带给了我们无数欢笑和惊喜的大腕 张秋芳与傅彪相识于铁路文工团话剧团 同是学员班的同学的两个人 每天的接触时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当时张秋芳可是班里女神级的人物 是学员班里当着无愧的班花 而年轻时的傅彪 则是副憨憨傻傻的模样 十分的不起眼 两人能够走到一起 这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 张秋芳就曾说过 她会随时给你一种感动 她的这种关怀是关心到你心里去的 是很深层次的关怀 她就是这么一种人 全心全意为他人着想 不管是朋友亲人 都会因她感到很幸福 所以即使当时的傅彪 模样难看 但极其的幽默和正义豪气的处事态度 让富彪散发着一种不同的魅力 这才成功俘获了班花 张秋芳的心 两人于1989年完婚 婚后的日子是幸福美满 还一起合作了电视剧 命运的承诺 在里面饰演一对夫妻 两人在戏外戏内都不曾分开 结婚的十年内 更是没说过一句红脸话 也正是这样的幸福和恩爱 在1999年时他们被评为了北京市一百对恩爱夫妻之一 可是上天就是如此残忍 活生生的要将这样一对恩爱夫妻拆散 阴阳两地相割 富彪去世后 因治疗费用的高昂 家里一下子负债累累 生活几近崩溃 和幸好富彪生前的为人一己 积攒下了无数的好友 冯小刚在得知张秋芳的困境后 便第一时间主动伸出援手 替富彪还清了所有外战 而一直膝下无子的葛优 更是把富彪的儿子 富子恩当自己的亲儿子对待 送他出国留学 花尽心思地培养他 除了冯小刚 葛优也伸出了援手 而董事的富子恩也值这些叔叔伯伯的好意 一直拼命读书 不辜负去世父亲的期望 终于在2010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从学校毕业后 便一直潜心研究如何拍戏 在冯小刚等等演艺圈大刊的大理支持下 他成功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 《站住别跑》 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而张秋芳也没有闲着 在富彪离开后的几年 他开始创业 又加之张国立等各方好友的助力 张秋芳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 直至 这也证明了富彪的人品之好 很早就有媒体爆料称 富彪还不是太红 赚钱也不够多时 朋友一旦有经济上的困难时 他几乎都是倾囊相助 并且每逢有各种吃饭的场合 富彪也总是第一个跑去买单 在朋友面前 富彪可谓是一点都不吝啬 十分的一起 所以我们不过来 救浴 这一票做得到 今天还是有我们的 我们可以做得到 我们得到 这一票做得到 这一票做得好 拍子 我得到 这一票做得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